嫂子晚上帮我接下孩子 我有事 打扮成这样又有什么事啊 莉莉交了新男朋友 晚上叫我们出去吃饭 就是那个换对象 比换衣服还快的那个莉莉 嫂子不就让你接个孩子吗 你怎么说话呢 人家现在男朋友可有钱了 天天带我们出去吃饭呢 今天还说要带我们出去唱歌呢 小妹你不能去 她儿子都快有她高了 还男朋友男朋友的 你嫂子说的对哪都不能去 凭什么呀 白吃白喝的不花钱 小妹你现在是有家庭的人了 你想吃好的喝好的 可以让妹夫和你哥带你去 这我不反对 但是你要和那些不安分 不思进取的朋友在一起 这个家辞了让你玩伞的 嫂子你不了解她你别瞎说 人天天现在跟我说多自由多快乐 我都有点羡慕她呢 小妹你现在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快乐都她想表现给你看的 如果一个真正快乐的人 不会把快乐挂在嘴上的 如果你的婚姻幸福 就像一把刀擦扎在心口上一样 她会想法设法的让你离婚 这就是人性 你别听不懂 没错 你忘了 上次你和你老公吵架 你要吃干吃面 你老公到处打听 这才在你嫂子这打听到 人家对你好 你说人家在外面有外遇了 做了亏心事了 心虚 这不是就是那个莉莉说的吗 现在误会不都解开了吗 嫂子 别说 你上次给我拿的干吃面 还真挺好吃的 那当然了 你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一下啊 小妹 来 这个干吃面 一箱三十包 多种口味 老人孩子多爱吃 你要是喜欢吃呀 这也都给你了 那这个不便宜吧 这个不贵 九点九一箱 而且拍的又得越划算了 现在知道你老公好了吧 一点都不走脑子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这夫妻之间呢 最基本的信念都没有 这日子能过下去吗 今天你们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哈 之前明明离婚 就是粒粒窜到的 哎呀 他整天给我们洗脑 说不让我们做三转女人呢 三转女人 哪三转 就是围着老公转 孩子转 造才转啊 满嘴的歪理 这夫妻之间 一个在外面挣钱 一个照顾家里 只是分工不同 这两个人 要互相体谅 互相理解 这才是健康的婚姻 可惜啊 明明还真信了他的鬼话 说什么男多女少 二婚女人是个宝 什么女人离了婚 高富帅找上门 哎 这下好了 还真离了 那现在呢 哪还有什么高富帅呀 喜欢他的 都是些秃头大叔 他前夫现在也结婚了 他想回去都难了 小妹 你看到了吧 你就听嫂子一句劝 嫂子不是不让你交朋友 是你交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甄选 进猪者赤 进猫者黑 小妹 你离这帮人远点 对你有好处 我们这个年龄 会为不算本事 把家顾好 那才叫本事 你嫂子说得对 以后啊 你要跟你嫂子 学着点 你会长出羽翼 拥抱信号万里 拥抱信号万里